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赢得一份特别意义的礼物 稍后呢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揭晓答案 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位评审嘉宾 他们是导演娄乃妮 相声演员周伟 草原歌手云飞 欢迎 欢迎三位 那接下来首先让我们用八字口号 请出今天的第一组挑战选手 朋友们 我们的八字口号是 大开心 赢得如意 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组挑战选手 登场 欢迎你 欢迎来 有请 欢迎 情情欲立啊 怪不得游爆琵琶半遮面 门开了一半没敢出来是吗 好的 咱们这边女士人挺多啊 这样 咱们换一下 游男士先来自我介绍 好吗 好 来 有请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曾铃 来自床旭市凤姐县 曾铃 是吗 对 我以为你的名字叫人缘泰山 不是 好 稍后来看你的表现 好吗 来 咱们这边派一位代表介绍一下 嘉宾老师好 我们是长发秀千里组合 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长发姐妹 哇 一共是七位姐妹是吗 是的 那稍后要看你的精彩表现了 究竟用长发做什么样的表演 好 接下来谁先出战呢 我们的灯光选择开始 三 二 一 停 好的 我们看到灯光选择 助手带了金色的礼物箱 所以接下来首先出战的将会是 曾铃 有请 好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楽 音乐 你们现在张开嘴给我看一下吗 它里面也没带什么防护措施啊 和我们是一样的 但那个火 它明明看的是着的时候进嘴的 我来请教一下博学多才的三位评委老师 来 周博士 我物理化学学的都不太好 你咱们吃过火锅没有 吃过 就那个小火锅经常用那个酒精的小盒 点这个炉子 吃过那个没有 对 你看你这个它这着火 你把那盖一盖上它自己就灭了 为什么呢 它没有燃烧的空间了 但是我最奇怪是什么呢 就是那是铁的或者是玻璃的 它这是肉的 对 它怎么有那一瞬间 还有点空气呢 而且它有热量啊 它怎么会能不烫伤呢 烫啊 你这舌头是生的是熟的现在 所以刚才看她的表演 我这个太担心了 这危险似的 特别刚才她那个有一个十字的 对 她把最底下这个 在嘴上的点燃了 这个我没想到 而且她中间还有一个环境 她往外喷 关键喷满以后 再把火塞进去 我的妈呀 娄导你要不要互动感受一下呢 你有那么恨我吗 好的 那欣赏了我们曾林的这个 可以算是绝招了 我想问问 曾林今天来到舞台上 是为谁开箱 为我的女儿 女儿 女儿现在多大了 九岁了 九岁 和你生活在一起吗 很少 很少 对 一年的话 有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 回去一次 有时候最多两次吧 你好狠啊 那么久不见女儿 不会想吗 想 因为未来生活 在家里面是农村的 而且我父母从很多年之前都犯病 我爸爸至少将近有十年的病了 到现在都是每天都吃药 我妈妈也是有病 也差不多好几年了 因为我家里面我是最大的 因为我要所有的这一切 养和我 就像这个家 要养爸爸妈妈 还要养女儿 对 我还有两个弟弟 因为一个在读大学 还有一个没有工作 就两个弟弟你也要管 因为 平时我弟弟上学的时候 有时候经常 学校里面 缺钱 都找我要 所以真的是没看出来啊 我还觉得它挺阳光的 没想到生活的这个担子这么重 那每天晚上累了一天了 回到自己的宿舍或者是小旅馆 想女儿的时候 想 是什么样子 心里面 感觉挺酸的 期待吧 期待有一天 能达到你生活的要求 可以和女儿 和你的爸爸妈妈 有一个稳定的家 定下来 好吗 好吗 好 那一会儿能拿什么奖 我们来看一看 你的对手 我们的长发千里 姐妹组 她们的表现如何 好吗 好 一会儿再见 好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长发绣千里组合 闪亮登场 坏亮丶 如并的心 营养 满痺 是梗听 之后 碰 若 味 aqueles 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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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没总结出来什么诀窍吗 能把头发这么多年都保养的这样 漆黑 我们这些姐妹妹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喜欢吃干果 坚果类的 而且心态比较平和 睡眠呀 饮食呀 这个情绪呀 都是比较平的 比较会养生的 弃人啊 总之你们就是天生好呗 他说的比较挺关键的 龙王 就像咱们这天天跟熬鹰似的呀 熬夜 对头发绝对没有好处 是 必须睡眠充足才有可能养头发 所以像 但是我奉劝你们呀 夜里边千万别穿这汤皮球散发出来 特别别穿白色腿肤肤肤 这个要初生年要没准备看的这么一个姐姐 也挺神人的 我还真穿过白衣服外套 那您头发别散开 您要散开这故事 是散开了 洗完以后头发不干 我得伞子出去亮亮 那您跟我讲 街上见到您的游客 会什么反应呢 我老公说 你一个人出去行吧 我说行 他说你害怕不 不害怕我 人家都怕我 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好的那不仅呢 他们的长发 可以给我们美的感觉 这长发还可以有力量 那究竟能够有多大的力量呢 今天呢 我们其中头发最长的 两米九的高俊英大姐 将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高俊英大姐 就要开始她的挑战了 她将用自己 两米九长的发辫 拉动一个小推车 上面呢 占了她的六位姐妹 那这如果初步保守地 估计一下 加起来怎么得有七百斤吧 起 七百斤起 她将横跨我们的舞台 如果她的挑战成功 请让我们全场的观众 为她掌声和欢呼声送上 好 接下来 高大姐准备好了吗 高阿姨准备好了吗 好 一 二 三 开始 小心啊 小心 好 小心啊 那曾经呢 高俊英大姐呢 用她的这个发辫 拉过停靠在海边的 那个小船 渔民的那种最古朴的小船 把他们拉上岸 挑战过一次 所以今天呢 对于高大姐来说呢 可以说小菜一碟 能有三吨位的一个船 三吨位的船 她拿这个发辫拉过 我拉过这个商务车 商务车是三吨位多的 3.2吨位的一个商务车 还有坐了两个人上面 那你可以挑战那个 吉尼斯记录了 来 那我们拼听三位 评审嘉宾 刚才看过你们的 这个头发秀之后的感受啊 我们首先先由云飞 来说说你的感受 第一次见七个阿姨 你们的头发 哎呀 我 我估计我是 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再 再看到这样的场面 但是真的是太震惊了 祝福你们永远都是 这么漂亮 年轻 美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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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云飞 你也保持这样的心态啊 可以省多少染发膏 好不好 我也要留长发 这个可以考虑一下 那 翻用云飞老师 加入我们的紫子 好 那她半夜出去 就不是吓人的问题了 来 楼导 我觉得今天咱们来的 都有福了 真的 这个头发养成了 这个头发用来鼓励自己 每天都有一种成就感 不论走到哪儿 都吸引大家的眼球 自己那个信心满满 我觉得真是好 最后一部分就要问全场了 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是为谁开箱 为了所有的长发姐妹 为了所有就不仅你们是吗 对 所有 因为我们留长发 确实的不容易 很多人非常敬佩我们的毅力 我们的耐心 所以你也想把这一份毅力 和对中国传统的 黑黑的长发的热爱 这种理念传递出去 对 希望更多的女性 留起咱们乌黑亮丽的直发 把咱这个东方女性 自然的美剑 展示给全世界 好 说得好 那希望你们能够得到一份 具有特别意义的礼物 好吗 好的 好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 在你们这一轮和你们 相对抗的另外一位选手 让我们掌声有请 曾鲁 好的 在这一轮当中 究竟谁能优先选择礼物箱 三位评委嘉宾商量一下 告诉我一个最后答案 长发妹先选 其实先选后选都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就是这个意思吧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请长发秀千里组合 优先选择礼物箱 现在场上有两个箱子 一个是金色 一个是银色 请问你们的选择是 我们选择金色 金色 我们有一个八个字的口号 来说一下 大人惊喜 这项有你 我都觉得你们就是惊喜 来 金色的礼物箱 请开箱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的 来 有请三位蒙古族的朋友 让我们掌声欢迎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 长调的第四代传人 乌云嘎 欢迎您 乌云嘎的礼物呢 是要送给我们长发绣千里组合的各位姐姐 来 乌云嘎 今天送给他们的礼物是什么 今天要送的这个礼物是一个马头琴 这个马头琴是我们莫德勒图自己亲手制作的 它也是一位就是我们蒙古族马头琴的制作传承人 它的马头琴叫苏和的白马 然后这个马头琴还有一个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我们马头琴是我们蒙古族世界级马头琴演奏大师西宝利干老师 亲笔签名的一个马头琴 这个是非常有收藏价值的 对 真是不错的一个礼物啊 而且最新签名啊 2016年10月16号 所以送给我们的长发绣千里组合 谢谢 我到周园邀请乌云嘎来 好吗 好的 来 把马头琴送给你们 祝愿你们永远漂亮年轻 谢谢 谢谢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银箱当中的礼物属于僧灵 要送给自己的女儿 会是什么呢 来 我们的八字口号是 打开惊喜 这个箱有你 好的 银色礼物箱请开箱 好zeni哦 哎呀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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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情一切的歌声又 换来美丽的吉夏妙 喝下美酒七杯后 长相新年乐陶陶 我们的歌声美 干了这一杯 幸福装满美 狼狼的疼狼白会 多了狼狼哈喽你哪来站 那一道疼痰白会 多了嘎嘟哈喽你哪来站 爱与似谈党岁 为与似谈党岁 爱与似谈党岁 真情一切的歌声又 换来美丽的吉夏妙 喝下美酒七杯后 长相新年乐陶陶 我们的歌声美 干了这一杯 幸福装满美 幸福装满美 好的 让我们欢迎蒙古族歌声 首苏勒亚奇及格 来 有请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你要送给 曾林女儿的 是一副什么样的礼物 我要带来的是我们草原上 为尊贵的客人 倒酒的饮酒壶 还有为我们尊贵的客人 敬酒的饮酒杯 这都是饮的 对 所以在这里 我要把这个礼物送给你 谢谢 这个对于女儿来说 虽然没有实用性 关键是这个审美价值很高 最关键的一点 以后女儿出嫁的时候 这算其中的一笔嫁妆 对 也算是我们草原人民 对你的一份极强的幸福 那谢谢 谢谢奇奇别 好的 朋友们 接下来呢 让我们用八字口号 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二组 挑战选手 朋友们 我们的八字口号是 好的 让我们掌声有请 今天的第二组挑战选手登场 欢迎 欢迎你们 这个扭过来视觉上 有反差有点大 我先从它开始好吗 你好 你叫什么 我叫王志航 你叫王志航 你来自哪里 河北 吴桥 来自吴桥 吴桥是杂技之乡 你不会会杂技吧 会杂技 你几岁了 八岁 八岁你会什么杂技啊 你会做什么杂技 高以倒立 高以倒立 你能站得很高啊 对 能站多高 差不多有六米 六米 你不能吹牛哦 吹牛鼻子会变长的 知道 知道是吧 好 那稍后我们看你的表演 好不好 好 谢谢你看守我的眼神 演得太棒了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这边 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三位老师好 我们来自山西省金钟市特殊教育学校 今天要为大家表演的就是我们这帮龙孩子 啊 是我刚才看到这位老师 我才知道这些孩子他们听不到吗 听不到我说话 对 听不到的 那说呢 他们用手语 用手语表达字 都用手语是吗 对 用手语表达字 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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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大家都可以用这个手语跟他们打招呼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来自于山西静中特殊教育学校 云飞 你那个是谢谢 人家还没表演呢 你就先谢谢 先你好 好的 那接下来呢 究竟在这一轮谁先出战呢 我们的灯光选择开始 三二一停 好 我们看到了灯光选择驻守在了银色的礼物箱 所以呢 首先出战的将会是山西静中特殊教育学院的孩子们 来孩子们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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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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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特别想问问 老师您贵姓 刚才 我姓茜 金钱的茜 您是他们其中的一位 我看到这个舞蹈 需要三位老师 在不同的角度 要给他们一首饰 是 因为他们没有听力 只能通过老师的首饰 来给他们 帮助他们理解节奏 听音乐 我想问问我们这个 静中特殊职业教育学校 对 它主要招收的 除了这个聋哑孩子 还有什么样的孩子 还有盲孩子 看不到的 对 那都会教他们做些什么呢 学些什么 他们的专业特别多 有编织 手工 绘画 还有舞蹈 有没有表演啊 我听说好像他们当中 有一个孩子 特别古灵精怪 对 像刚才林武的那个孩子 叫郭燕霖 郭燕霖 他模仿着微妙微笑 尤其在模仿老太太 特别的逼真 今天我们有著名的导演啊 也有相声演员 我们来看看 看看燕霖 模仿老太太 看看她表演怎么样 好不好 好 来 有请郭燕霖 燕霖 现在 我跟她说一下 我沟通不了 现在准备好了 你可以表演了 我也为你请到了一位助演 让我们掌声有请 周围 怎么演 你们在舞台上 然后远远地 看着亲家带着儿子 已经早早地 坐在了咖啡厅里 在那儿不耐烦地 在等待着你们 不耐烦 不耐烦地 等久了 你看你俩那态度 就是不耐烦 好的 来 音乐 请 亲爱 儿子来了没有啊 来了 在这儿呢 我们看看这小伙子 老伴 行 行 老伴还看得过去 我想问问啊 家里现在几口人呢 快说 快点 三口 你觉得呢 你得嘞 我再问问 家里趁不少存钱呢 十万 十万 白血球是什么 还行 挺有钱的 你觉得呢 得嘞 老伴 你看今天你这要求 全达到了 人长得又帅 这娘俩呢 又挺实在 家里还有俩刀条 咱这姑娘你看 你也是老伴 你看你这一 这一胎生这么多 到底嫁哪个呀这是 哎呀 一二三四五六 臭小子 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 咱家这十二个 把哪个嫁给他呀 你指一个 这个 得嘞 老大 同意不同意 这个是双生 双生 这个是双生 是吧 我们燕林又听不到 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但是用她的这个表情和形态 对 我们发现她也达到了最佳的表演 楼导 评价一下我们燕林的表演 非常棒 演得特别好 姑娘小伙子都特别好 跳起来她就高兴 跳起来她就愉快 我觉得这是最棒的 谢谢 谢谢楼导 接下来我们又请周伟 来听听你刚才看他们舞蹈的感受 我看舞蹈的同时啊 其实除了带来这种艺术的享受以外 心里边不是个滋味 我是觉得特别感动 真的特别感动 尤其我看到一二三 三位老师 就是和孩子们那样的一种交流的时候 丝毫不破坏整个舞蹈带给来的画面 但是同样又是另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一个特殊学校的老师们 是用什么样的心思 在对这些娃娃们 对这些孩子们在进行培养和训练 他们甚至要比他们要 更要熟悉这个舞蹈的整个的动作的流程 是的 是不是啊 你看他那个手势 一二三四起 就是然后包括整个前后 他们全要熟悉 而且他们不能错一点点 他们错一点了 孩子们可能就乱了 对 我当时看他舞蹈的时候 我在努力地在想象 假如说现在我们没有听到这段音乐 我们看这样的一个舞蹈 是一个什么心境 假如说没有这段音乐 我们在台上演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这对于正常人来说 几乎是不可能的 崩溃了 还别说没有音乐 就是有的音响是稍微音响小了一点点 我们的演在台上都会觉得不舒服 都会觉得自己的表演状态会受到影响 那他们呢 他们心里内心给我多么强大 这就是这些孩子们的可爱之处 所以说别看他们在生理上 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遗憾 但是他们在人格魅力上 他们在舞台上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值得我们所有人为他们鼓掌喝菜 谢谢总老师 谢谢 谢谢各位说得太好了 那我就想问一问了 今天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到舞台上 表演了这么精彩的节目 是为谁开箱呢 让孩子们说是吗 让孩子们说吧 他可以说话是吗 他可以说话 他能说 但是表达没那么清楚 但是大家能听得清楚 那翻译一下 请问你们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是为谁开箱呢 为我们今宗志设助教育绝脚 传奇老师开箱 很清楚 为老师们 那我希望你们能为老师 允许一份最有意义的礼物 好吗 虽然你们听不见 也不能说 但是你们是最美的 好的 那孩子们等一下吧 看看你们的小对手 王志恒的表现 好的 最后来揭晓你们的礼物是什么 好吗 来 稍事休息一下 来 拍摄 非常 敬礼物 看看你们的小对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 对你的评价吗 你想先听谁的 先听奶奶的吧 先听奶奶的 女士优先 对 来 人家懂人家孩子 主要是因为奶奶岁数大了 什么奶奶岁数大 因为奶奶长得漂亮 有些观点在发言之前 一定得弄清楚 这个你怎么那么厉害呀 你真棒 就是一脸的镇定 而且不慌 他这孩子有星象 我真觉得他能成 他太稳当了 你可太棒了 你告诉奶奶 你学杂技多久了 几岁开始学的 五六岁开始学的 五六岁 也就刚自己看你 对 稳了 所以现在才不到两年 其实正式练习杂技 真棒 真棒 那说了这么多 有一点我还没有来得及问之行 你今天来了 是为谁开箱呀 为我爸爸开箱 为我爸爸开箱 为爸爸开箱 为什么呀 有多久没见爸爸了 一个月 那你这一个月 都在训练当中 你想爸爸吗 也是有点想 也是有点想 爸爸怎么办呀 那里有我爸爸的照片 我要想了我就看 就看爸爸的照片啊 那我想问问 你今天要为爸爸 拿到礼物了 他礼都收了 你对他可以有点要求 你想要求爸爸什么 可以提点要求 你希望爸爸怎么样 我希望我能给爸爸 挣点钱买楼 买楼 买什么样的楼 十二层那个 十二层 在哪儿买呢 就在这儿 北京 长到多大 就可以给爸爸买楼了 二十七 二十七 听到了没有 还有十九年 让孩子靠他的技术 技艺买得起 十二层 而且就在北京 人家就在这儿买 我们就有志气 志比天高 所以我叫王志航 对不对 对 我们可以小伙子 鼓鼓掌 好不好 希望您早日 能够实现你的愿望 阿姨也相信 只要您努力 咱十二层买不了 第十二层 一百平米以内 没问题 好不好 好 加油 好吧 好的 那接下来呢 要看你们获得的礼物 是什么了 三位评审嘉宾 你们商量之后 告诉我 这一轮 谁能优先选择礼物箱 刚才我们其实在这之前 已经商量了一下 大家觉得小志航 一定跟我们一样的意见 让尽忠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 先选择 让所有姐姐们先开箱 你同意吗 同意 同意 特别乖的一个孩子 好 那我们来选择一下吧 金色礼物箱和银色礼物箱 你们要为老师打开的是哪一个 金 还是 这两个箱子 只能选一个 这是什么颜色 银的 银色 是这个 手 这样 银色 戒指 银色 戒指 银色 好的 银色礼物箱 请开箱 咐 这两个箱子 这两个箱子 不是 胃荼 不 你们不识 这两个箱子 就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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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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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